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大家知道最近几天 就是特别焦点 大家都关注的一个新闻 就是白宫和国会都在致力于商讨出台一个财政政策的刺激方案 就是stimulus package 川普作为总统 自己也在推行自己的很多方案和想法 那一旦这些方案出台了 美股会大涨吗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先说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什么区别 这个货币政策 英文叫monetary policy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最近其实也听到 听到耳朵出茧子的这么一些 什么美联储降息 QE量化宽松 QE就是量化宽松 回购 repo等等 那这些都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 货币政策有没有用呢 大家也看到了 这次美联储不管是做什么 他真的是大放血了 whatever it takes 不管做什么 好像都没有用 用reidelio的话说 是too little too late 就是做的太少 做的太晚 所以美股的反应不但没有大涨 反而还跌了 两次美联储紧急降息 都导致美股大跌 还导致熔断 大家知道 08年美联储可是连续降了10次息 才降到0.25% 而且还是08年12月份的时候 因为08年这次次债危机是07年就开始了 莱曼倒台等等 所以已经进行到水深火热的时候 才降到0.25% 或者说都已经快要结束 快要出这个经济危机 那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上次打仗的时候 已经快要打完了才惨胜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在一天之内 就这么大幅度的 像上周日一样 就降了一整个百分点 一般都是0.25% 0.5% 50个基点 最多一次是75个基点这样的降幅 但是这次不但幅度特别大 而且是在现在经济危机还刚刚开始 就已经淡尽粮绝了 降到0了 而且Powell自己也说过 应该不会降到负利率 因为他说 他说这个negative interest rate not appropriate in the US 就是目前为止 按美国的情况来看 还是不合适 所以应该就算是淡尽粮绝了 虽然很多专家说 美联储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它可以be creative 就是有创造性的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可能效果也不会好 因为它最有效的工具已经都使完了 都没用 后面再创造出什么 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所以货币政策没用 大家的目光就都转到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 英文叫physical policy 指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最重要的财政政策 就是税收方面的政策 当然还会有些其他的 比如说对企业的低息无息贷款等等等等 那现在白宫和国会商讨的这个刺激套餐 stimulus package 就是一个价值1.2个trillion的方案 就是1.2个万亿 这个说法很多 一开始说是850个trillion 850个billion 就是8500万 后来又有不同的数字 这些版本都不是说谁对谁测 因为它现在本来就是在一个商讨的过程中 最大的一个提议 就是对一般老百姓最能感受得到的 就是现在说给每个美国人发1000美元 直接发钱发支票 而且说争取是在很快 4月下旬 那1000美元或者更多 这肯定是根据家庭收入来看的 肯定是针对收入比较低的家庭 我估计它会像一般所有的财政政策 这个税收政策一样 会有一个faceout 就是你的收入 不管是AGI还是Taxable Income 可能超过一定的数 就没有你的份了 更多的是低收入家庭 会拿到1000或者是更多的支票 具体细节我们都不知道 一旦有新的消息 我也会随时跟大家跟进汇报 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川普自己也在推行 他想推行的一个是 叫Payroll Tax Cut 想把Payroll Tax这一项的税收 从现在开始到年末都给减成零 包括雇主的部分 也包括雇员的部分 这个Payroll Tax 咱们其实以前节目提到过很多次了 100期110期 56期 86期 都要么详细的讲过 要么一代而过 也提到过 简单说一下 Payroll Tax是一种独立于收入所得税的税种 它虽然也是加在收入上的 但是它是独立于收入所得税 收入所得税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联邦税 州税 而Payroll Tax 和联邦税州税有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它不能用一些调整方案 抵减 它都不能用 你比如说我年薪10万 没有任何其他的投资收益 那么我的Payroll Tax 就是以10万为基数来交 税率是7.65% 雇员7.65% 雇主也有7.65% 所以加起来是15.3% 而且它这个收入是有一个封顶 也分两部分 Social Security Tax Medicare Tax 这些细节我们都收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收入所得税 就是联邦税州税 你是可以用退休账户来抵减的 比如说10万块钱年薪 你投了19,000块钱401k进去 那你就以81,000块钱为基数来交税 所以说对于很多美国老百姓来说 尤其是这个收入不是特别高的 可能10万以内的 它这个Payroll Tax 其实是最大的一部分 如果Payroll Tax真能减到零 这个确实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区别 钱包是有区别的 但是现在来看 这个提议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小 刚才说这个每人发1000美元的这个提议 还是有挺大可能性可以通过的 但是这个Payroll Tax非常小 因为现在又正好是大选年嘛 这个各方面的提议 其实都有很多政治因素掺杂在里面 我看到的消息呢 是说这一项因为设到更多的利益集团 各方利益的这个博弈 所以这一项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小 那除了针对个体纳税人这种不管是发钱还是减税 还有这种针对整个行业的 它这个1.2个Tillion里面还包括什么呢 就是包括比如说像对现在受打击最严重的航空业 航空公司 就是Airline Industry 管国会要50个Billion 500亿美元 为什么呢 因为航空公司如果不得到任何救助的话 所有航空公司 就我们知道美国这些什么多大的 Delta也好 AA也好 United 都支撑不到年底 它这个现金流都支撑不到年底 那小的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就等不到年底 我看到的数据是说 因为这个航空公司 大家知道 就算飞机停飞 它这个固定开销也是很惊人的 包括飞机的维修费用 然后公司员工的养老金 还有停机位 就像你停车位一样 它这都是固定费用不能取消 所以这些费用 航空公司一个月就要烧钱烧掉10个Billion 非常大一笔钱 所以他们现在要50个Billion的救助 整个航空业 这一项被通过的可能性也是很大 因为航空业在美国这整体经济当中 这个体量非常大 而且会影响很多消费 如果真的航空业都倒了 这个消费者信心 这个美国对整个美国经济的信心 应该说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这一项获得两党一致支持的可能性 应该说是很大 具体数额有可能会比50个Billion还要大 但是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他们会限制航空公司的股票回购 比如说这笔钱要有多少指定用于对员工福利 养老金 工会等等等等 还有要让他们取消 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最讨厌的一些行李费用 换座位的费用等等 好 那这些是财政政策目前为止 它这个package的主要构想 会不会有用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肯定有 因为货币政策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财政政策现在是众人的焦点 肯定有 但是 但是一个大大的but 有多大用 就是它把这个股市往上拉 是一个电光火石的冲一下 然后马上当天就会再回落 还是说能够导致当天大涨个7% 8% 甚至是10% 然后连续涨个两三天 甚至一周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一个短期的刺激 有可能就是当天会涨 但是能不能持续到第二天 甚至第三天 真的不好说 我为什么要把这期视频赶出来呢 就是因为现在是凌晨啊 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凌晨还没有开市 我希望能把这个片子剪出来之后 还是敢在听到任何关于这个投票的消息之前 因为现在是house 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但是参议院还在就细节不断的商讨 然后参议院要投票 就是应该就这两天 说是这周之内就会投票 所以希望能敢在投票之前 投票消息出来 我是觉得股市会涨 看我能不能说对吧 今天就现在为止 星期三早上这个future 又跌了 而且跌的幅度是曾经一度又触发了这个lower limit 就是到5%又停止交易 我之前一说到熔断就笑啊 大家有人说我幸灾乐祸 真的不是幸灾乐祸 知道网友现在是被套着很肉痛啊 真的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更没有做空 我以前第89期也说过 我自己是做空吃过亏的 有心理阴影 所以我自己是不会做空 你问我要不要做空 我也肯定是不推荐 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挣不了钱 肯定有人能挣大钱 但是对于这么大一个观众群体 我不可能就这样草率的跟你说 现在是一个做空的好时机 因为你要踩对了一个节点 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的 好扯远了 为什么说到熔断会笑 就是因为猜对了很得意 看我今天能不能猜对 那如果货币政策没用 财政政策只能管一个短期的小用的话 什么能管大用呢 这个状况还是要和疫情和Health 和健康有关的消息 才能起大用 才能长期的把美国甚至是全球 从这个recession的泥潭当中拉出来 比如说全球现在已经进入一个 中国其实已经进入这个状态 但是国外才刚刚开始 全球进入一个零确诊 零增长的状态 封城的也都解禁了 口罩也不用戴了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看到资本市场 不断的稳定下来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资本市场 现在浮动这么大 而且是锯齿形下跌 在它进行锯齿形回升之前 一定是有一个时期 你要先看到资本市场稳定下来 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什么 两周之内熔断三次 然后涨10% 跌10% 这么大的幅度 这个要先慢慢的烟消云散 才能证明资本市场的信心 重新建立起来 然后才能开始进入一个稳步回升 它这回升也是一个锯齿形的 肯定不可能说一个直线就上去了 才能进入一个稳步回升的状态 所以看到资本市场这个volatility 动荡小下来 应该是谷底的一个 就是马上就开始可以回升的一个迹象之一吧 那只有健康和跟疫情有关的好消息 或者是比如说发明出疫苗来了 但是那个估计要时间久一点 最快的应该还是说 疫情是稳定下来了 在几个月之内 这样的消息状态出来之后 才能永久性的 长期的把这个世界经济给拉出一个 或至少是股市吧 经济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比如说房市可能还在后面 至少才能把股市给稳步的拉出来 好了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儿 顺便回答一个网友问题 咱们会员专区的视频留言区里面 有网友问说现在是不是买航空公司的好时机 我个人认为不是 还要再等 不管是航空公司还是有人还关心波音 在盯着波音这只股票 我觉得这些为时过早 尤其是这种现在是受到重创的企业 要么就是你还得看一下形势 有些可能就要宣布破产 还有一些是没宣布破产 现在也没到最低点 所以至少应该再等个三四个星期吧 而且说三四周以后 也不是说就可以买了 而是那个时候再重新re-evaluate 再重新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再做决定 好了 这期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 真的希望疫情能赶紧过去 我才在家里面憋了一个星期 就已经快憋不住了 我真是难以想象 全中国都坐月子 坐了这么长时间 在家里面憋得无鸡六瘦的 得有多难受 但是话说回来 再难受也比得病好 对吧 所以咱们有事 没事 还是不出去瞎得瑟了 好了 喜欢这样内容的观众 希望你能点赞评论 订阅关注 点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